哈囉各位大家好 我是大橋蟹麥克 今天呢我要介紹什麼沒錯2024台北南港的重機展 即將如火如荼的開幕 這次我帶大家來搶先看一下 今年到底有什麼特別調查廠商 好不好 Let's go 好 首先呢我們從東一出口進來 一進來就看到我們的大大的AGV好不好 大千 至少是好朋友要幫他們推銷一下 沒錯 進來看到大千之後 我已經在 那第一攤就是大千啦好不好 AGV GV 然後還有他們的Kawasaki 還有很多東西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第一攤 再來呢第二攤 哇 不得了了 我們這是日本原廠的太極 直接來台灣攝壇 好不好 那以往呢 其實大家看到的都是台灣的代理商 不過這次呢 我們太極是直接由日本太極來台灣攝壇 大家假如想來看一下太極的商品 麻煩可以來這邊試袋 不過呢 購買麻煩請到大橋 再來呢 這次也不得不說介紹這一攤 就是我們的台灣納普斯好不好 它呢 最有名的就是R-Light R-Light的代理商 台灣的代理商 沒錯 那這次呢 他也很用心的展出了他們家的R-Light 各商品以外呢 還有Komine 應該是油吧 Komine 是Komine嗎 嘿嘿嘿 有吧 Komine也是他們最近代理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來參觀一下 畢竟日本廠商我們要支持 油好 沒錯 假如說講到車 大家一定知道我們的意大利品牌 Abrillia 那這次呢 他們也發表他們全新的 黃牌全球戰略車 RS-457 沒錯 各位應該看到很多YouTuber 在介紹這一台好不好 這次車展 他們有帶實車來 直接讓大家看 OK 那想要訂車的好不好 趕快來找他們 摩托之星 Abrillia H B&W 好不好 大家熟悉的車廠 沒錯 他不斷四輪強 二輪也很強 好不好 那這次呢 他們帶來的是全新的大鳥 R-1300 那這台我相信很多 喜歡越野車 喜歡那種多功能車的車友們呢 一定非常想要試掛試騎 那我印象中啦 他們好像是 車都可以 跨 好像可以摩 但是這台好像不行 Sorry啊 你看它有這個 沒有啊 上面有寫不行啊 試試嗎 對啊 請勿觸摸都不行好不好 兄弟 本田最新的CVR 500 我相信各位也看過很多的介紹 沒錯 那這台呢 絕對是黃牌裡面 應該是Top 3 好不好 我們本田的車好期 CP值高 再來是什麼 改裝性也強 好不好 本田呢 這次剛好在我們台灣的旁邊 所以呢 大家看完本田 或是看完 A星秀儀卡鬥 我們還記得 兩邊互相關注一下 OK Let's go 各位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個大大的 A星 Logo 沒錯 這次呢 大橋為大家帶來的 就是A星的 眾多明星商品 再來呢 他們把秀儀帶來全款式 讓大家試戴 而且最厲害的就是他把卡鬥的新款 直接從海外帶過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首先呢 映入眼簾呢 就是我們的秀儀安全帽啦 那沒錯 那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的大大A星Area come on A星Area 那個 說個抱歉 因為我們攤位呢 是 實力不夠啊 那個攤位不夠大 喬說各位覺得稍微有點擁擠的話 不好意思 那請 要慢慢的排隊 OK 給大家一個 最好的一個購物空間 再來呢 我們這次帶來PETO PRO 卡鬥最新款的藍牙耳機 沒錯 那再來 還有一個亮點是什麼 大家來看一下 各位應該有看到很多人在發那個 TAKER氣囊衣 沒錯 我們這一次直接帶 兩款氣囊衣 給各位試充氣 體驗一下 我們真正氣囊衣在爆破的時候 穿在身上 到底是什麼感覺 我相信 我們在發布位之後呢 很多人都說 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其實它 不安全不會痛 而且 非常保護到 你的 人身安全 再來呢 各位 你是不是覺得 剛剛前面已經有帽子了 那為什麼這邊還有一群帽子呢 沒錯 看一下 Special Prize 好不好 那就 等你們自己來 發掘囉 再來 我們往旁邊走 這個區域是什麼區域呢 非常 調的一個 湯位啊 就是我們 康康嘴機車 康康我的好朋友 他呢 他的品牌 康可這一次 剛好連在我們大橋旁邊 那 各位有福了好不好 以往呢 他們的攤位都是稍微比較小 所以 很難把所有商品介紹給大家 這一次 他直接帶來他康可所有商品 所以大家 假如說喜歡康康的商品 麻煩要趕快 先到大橋 再找康康 欸 他那舞台 喔 這邊還有舞台 蛤 Deal Look at this 欸 我們的康康 蛤 帥哥 幾歲了 你看他臉裝逼格 有沒有看到 好啦 不錯 只能說 然後呢 欸 一定要介紹一個 很屌的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這樣拍到嗎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我直接當他model 當起來啊 是不是 康康 聽說你已經賣完了是吧 這次康康攤位呢 除了康康以外 大家還可以看到 周小潔喔 你看一下他帥氣的臉龐 是不是修得很誇張呢 小潔 我們這次呢 我大姑姑好不好 他這次終於來參展了 我們姑姑賽道日的姑姑 有沒有看到 他呢 這個舞台就一定要下趴 他剛才跑過來跟我講說 欸麥克 你看一下我的啊 你怎麼那麼low 姑姑賽道日啊 帶我進賽道的姑姑 有沒有看到 他的攤位啊 不只人調 攤位也要調 好不好 剛剛過來 特別跟我炫耀 你看 除了這台 這什麼 這什麼 SB2 對 他剛買了 現金直接交車 再來呢 他還把一台 M1000Dabora 在那邊躺在地上 衝到小 對不對 他讓人家體驗那個 可以那個 卡普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應該上不去啊 我不行無理 嘿嘿嘿嘿 我不行 你腳先怎麼樣 你摸上去 好 腳 然後膝蓋頂著 啊 然後就這樣 啊 OK 有沒有在錄 有沒有在錄 不行 不行 我跟妳講 我人生第一次摩索走 MOTO 先洗喔 CF MOTO 沒錯 之前大家都覺得 它是好像是對岸品牌 所以好像 這猶豫 但是呢 其實我看得見 他們品牌的用心 因為其實在MOTO3 其實也有他們的車隊 老實說這個品牌 真的不是來鬧的 好不好 所以呢 在台灣呢 龍秋代理商 他們其實有引進很多 CF MOTO的車款 大家可以來現場 看一下 Kawasaki 傳奇 真男子漢 這一次呢 好不好 Kawasaki 帶來從米蘭 我在米蘭看到的 全家號 就是我們的 中正威 中小三 把它用個那個 全家的那個 沒錯 就是這一台 好不好 大家直接 現場來看實車 老實說 它的配色 我覺得很 old school 還不錯 但是 你怎麼覺得呢 光陽機車 這次 帶來了他們的 RTS E35 好不好 就是我旁邊這台 SUQQDA 這台呢 感覺在市場上 想必會 有一波 那個 非常大的一個 對 真的 我覺得SUQQDA 市場好可怕 真的 我還是 啊 每一台都買 SUTSUKI 台騎 好不好 我們日本四大車廠的 很強的 之一 好不好 那他這次呢 其實還是 帶來了上一次 他的新車款 8S 老實說 這台8S呢 我自己騎過 非常好騎 重量很輕 而且他的排 我記得是快排吧 系統 真的是 好騎啦 非常好騎的這台車 建議講說 你在考慮街車的話呢 其實可以來他們攤位 試掛看看 這台車真的 讚的啦 好不好 SYM A D X T7 好不好 這台呢 我相信大家也看過 很多人開箱 尤其是啊 我小三大孫國軍 直接 把他來 拿 玩那個越野啊 真的是 不是說這台呢 其實我覺得最近車廠 好像都有 開始在注重這種 因為一般龍骨啊 我們 蘇格達 龍骨其實 一般都賣不好 但是呢 最近有一點那種 想要跨界 就是跨界風 又可以 offroad 但是你可以 又可以 就是在路上 騎得非常舒服的 沒錯 相信這個車款啊 以後在街上 一定 到處都是 好不好 可以來看一下 讚 Ducati 各位啊 一般的展場 我們先少看到 我們這個 義大利怪獸 Ducati 來現場展示 這一次呢 好不好 他直接 擺個 那麼大的攤位 而且呢 在台上 就是我們賣的 非常好的 Hypermota 698 好不好 這一台呢 聽說啊 一發布 直接台灣銷售一空 只能說 我也很期待 我記得他是 單缸 單缸的 600多 所以 應該蠻有趣的 好不好 改天 假如說有機會的話 再試乘給大家看 Let's go The Dark Side of Japan 沒錯 我們的YAMAHA 這一次呢 攤位一樣 是非常豐富 這加上呢 它 我們大橋 非常的緊密啊 很多活動 其實我們都有在一起 那YAMAHA呢 老實說 它現在 還是在台灣 不管是蘇格達 還是在擋車上面 其實都賣得不錯 那因為可能台灣人的 就是以前進站嘛 賣很好 所以呢 一直接下來 他們品牌名聲 都非常讚 那只可惜 我們的R1 已經在市場上停售了 所以呢 我知道各位車友 還是有點 有點覺得 欸 很可惜這樣 不過呢 我相信他們未來 出的東西 像 R7我騎過 超好騎 當然雖然 它的動力也有 稍些 稍許不足 但是我覺得 它是一台 很好騎的一個 街跑車 真的好不好 有空 來YAMAHA 看我們看一下 Triumph 我的Triumph 好不好 它在國外呢 其實 非常的 知名 尤其它很多 跨界的活動 其實很多外國人都喜歡參加 尤其它在台灣呢 最後 最近啊 出了一個全球戰略車 Speed 400 老實說 英倫風Triumph 從來沒有 賣過 那麼便宜的車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的造型 真的是 但是你平常要是有一點 身世風啊 上班的 假如說你想購入第一台擋車 覺得不要那麼重 但是又想要動力的話 Triumph 可以考慮一下 真的外觀超讚 就跟我一樣 Indian 美式機車 好不好 這個聽說啊 比哈雷 更悠久的品牌 從1901年呢 它好像在二戰啊 就是 比哈雷還更久 那它這個 這個品牌啊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 非常自由 不管你像美式 或是稍微有那種 有點年紀 它都有相對應的車款 也許 假如說你是年輕人 有點實力的話 他們家 都會有相對應的車款 功能選擇 不過呢 它的品牌 也是一樣是 非常高端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 都是一些高端的品牌 這次全部 都有來 我們的2024南港車展 那這一次呢 不知道大家 你最哪一個 不平品牌 或是車商呢 非常有興趣 我相信大家 這次來登台 一定會大包嚴福 好不好 那 最近颱風天 但我希望大家 還是可以共襄盛舉 畢竟 餐廠 廠商啊 都是非常努力的 在舉辦這些 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精力 在辦這個 展場 好不好 那我們就 展場見啦 7月26道2吧 掰